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成7点07分14秒 各位听众我们此刻要为您连线专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早安 早安各位亲朋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今天我们所念的话题都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东的情势 过去其实我们曾经谈过 4月1号的时候 以色列攻击了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馆 然后之后伊朗也回击来报复 现在以色列又发动攻击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请老师告诉我们 对我们现在回顾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 上里面我们的以色列攻击了伊朗城市 伊斯法韩 伊斯法韩 当然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它这是有制造飞弹的一些设施 也有一些核子设施 但不是主要的 那问题是在攻击以后呢 但是伊朗这边就没有讲 没有讲呢 他就告诉伊朗的老百姓 老百姓讲说 这个就是防空的这个飞弹 你们听到的这个爆炸声 航空飞弹 就没有受到什么以色列太大的攻击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色列要攻击之前 美国呢 那么西方呢 就就告诉伊朗的说 伊朗4月13号打你 你这个就不要再报复了 因为人家99%的这个无人机 飞弹的都被击落了 那你也等于胜 你别再报复了 因为一报复的话 这个冲突是螺旋升高 那伊朗这边呢 就已经讲话 他说以色列如果敢报复的话 那我一定给你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击 那么伊朗竟然就 也就是在伊朗的外长 跟CNN讲 那我给你最高最高程度的一个反击 好了 那如果就以 结果西方呢 没拉住以色列 以色列还是攻击了 还是攻击了 那如果伊朗就说 好 你真的攻击了 他承认他是攻击了 那他之前讲那些凶话狠话 说我会百分之百的怎么样的反击 你就得兑现 那你如果不对现的话 那人家不是当纸老虎吗 那可是伊朗又不想着 现在这个当口 把情势这样的升高 所以怎么样的 说你如果打我 我就报复你 那我现在又不想报复 那怎么办呢 就说你没打我 你没打我 那所以就不必升高了 那以色列这边也没有去嚷嚷 就发现以色列最有意思 他这个4月19号跟伊朗4月13号打他一样 其实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就表示说我真的就突破了禁忌 我这个可以打 而且我可以打到伊朗的本土 那以色列的这个飞机 如果飞弹要攻击到伊朗的内地 这个其实蛮远的 他说我可以打 那伊朗当时他打的时候也说 你看以前我都叫我的代理人打 那现在我这个4月13号的时候 我是亲自站第一线 然后我是可以打到你的以色列的本土 那象征意义宣示完了以后就可以收了 而且也收了 所以基本上那么我们就看到双方的切拔弩张 但是冲突并没有升高 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讲的就是 因为美国就欧洲就告诉以色列讲 刚才劝以色列说你别打伊朗的时候 说我帮你制裁伊朗 那伊朗4月13号攻击你了 我帮你制裁伊朗 你就自己别麻烦了 你别打 那以色列当然象征意下以后 但是美国欧洲制裁也已经记出了 也就是制裁伊朗 所以在这里面最造成的这个象征意义 会有一些在石油一些冲击 但基本上当然平息以待 你也把冷汗的中东危机的升高 我算是已经过了 老师我想请教你 其实从4月1号的这个冲突开始 刚刚你也提到4月13号伊朗的反击 现在4月19号以色列也反击 可是从刚刚老师您的解说里面 看到了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 双方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这个嘴皮子上面不让别人占到便宜 那这样子来看 其实他们真正忌惮的是什么 他们怕事态扩大吗 他们会有什么损失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这么的守本分 容我用这几个字来形容 因为坦白讲国际上都是怕 怕说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真的双方开战的话 中东的区域大战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就很严重 就严重你想想看 很多一些国家可能就被扯日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伊朗的中东阿拉伯国家 换在伊朗他们穆斯林的就是实业派逊尼派 伊朗他是实业派沙特 沙奥地阿拉伯是逊尼派 那去年三月不是中国大陆才刚调停 伊朗跟沙特去和解吗 伊朗沙特这个也就是好像 美国要逐渐撤出中东 那么伊朗和沙奥地开始准备要和解了 和解那如果真的是伊朗跟以色列打起来的话 那这些阿拉伯国家你是不是也会被卷入 那一被卷入的话 那还有很多伊朗在从波斯湾到地中海 他有很多他的代理人 这些实业派的民兵 比如说珍珠党 比如说这些各种的盛战组织 那整个一动员起来 天哪 那中东就是整个就炸了 那中东炸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整个大家在中东的布局 那比如说中国的布局 美国的布局 或美国本来想从中共出身 转到印太 而不是又被拉回来 整个局势大了以后 没有人能够说他能够控制到什么地步 所以伊朗和以色列都比较紧张 大家也都不想扩大 你说不想扩大 那以色列在4月1号 他去炸伊朗的干嘛 炸伊朗的大马士革的使领馆是干什么呢 那我们说他基本上两个目的 因为政治上的目的 那么可能就是以色列内部有很大的压力 就要纳特亚胡下台 美国也对纳特亚胡很大的压力 说你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那亚胡就说 那我干脆挑一下 我跟伊朗关系的紧张 那么以色列跟伊朗关系紧张 美国就算不甘愿嘛 也得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内部要纳特亚胡下台的压力 也会稍微减少一点 那军事上目的呢 就让大家把注意力转到 以色列跟伊朗会不会真的打 就不会注意到 以色列在拉萨南部的 我们讲了半天拉法市 在加萨南部 加萨走到南部的拉法市 以色列到底要不要攻击 所以他说不定 那个他就是声东极西 跟伊朗完以后 他在拉法的时候进行攻击 美国就没有时间管到这么多了 所以不管政治目的 军事目的 他都不是直接要跟伊朗打仗 所以大家都不想直接打仗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的紧张半天 他就是一个烟火 放放烟花 并没有真的 这个全权到肉的 真的一个对抗 没有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直评 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 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 情况看似复杂的 这个中东情势 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两天真的是 台湾最关注的这个法案 在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通过 刚刚我们在新闻时段 你们也跟大家说了 先前呢 是众议院通过 那刚刚呢 这个昨天呢 是这个参议院也通过 这是2024的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 老师 我要请您跟我们介绍 这个法案的内容 跟台湾的相关的关系又是什么 是 这个法案的内容呢 本来最早是 最早是参议院通过 然后交给众议院 众议院修改了以后 再打了一个包 再回到参议院再通过 所以拜登总统才23号公布 公布呢 那他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这要 本来最早的法案 就是援助以色列 乌克兰 援助台湾 那么 本来参议院里面是打个包 一起的 但是众议院里面呢 有不同意见 尤其对比如说援助乌克兰 那共和党很多人就反对嘛 乌克兰贪腐那么严重的 打了半天 先陷泥闹之中 我们还要这样援助他吗 援助以色列可以啊 援助台湾可以 援助乌克兰 我们就有意见了 有意见呢 大家就讲说那怎么办呢 所以众议院也是好久才表决 用了一点技巧就是 那这样子打个包 你们的很多强硬派的 共和党的极右派议员不高兴 那像我们把它拆封好了 拆开 变成几个法案 这个法案它总共四个法 就变成四个法案 四个法案呢 一个就是跟台湾直接关系的 叫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那是在81亿 那么像包括像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 叫外国军事融资 也用于补充台湾跟其他地区伙伴提供国防物资跟服务的19个亿 所以在一个是对台湾的援助 第二呢对乌克兰 那后来还是这个Johnson的议长 还是说不管内部的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了 他说这个还是 我现在如果不援助乌克兰呢 那乌克兰就打败了 再怎么样意识形态不行 我非得援助乌克兰不可 这个把610个亿 那其中呢 在众议院里面反对的全都是共和党 全都是共和党 共和党呢 那是然后援助以色列呢 是比较大的 是264个亿 就是台湾的乌克兰的以色列的 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要求抖音和这个TikTok要拆掉 你说美国要建TikTok 但是这个条件通过这个法案 你要跟字节跳动要脱离 字节跳动必须把TikTok卖出来 卖出来 那我才TikTok才能在美国继续存活 不然的话一并就给禁了 那这四个法案通过以后呢 然后再合并成为一个修正案 就是你刚讲的 2024年国防补充拨款法案 交给参议院表决 那参议院本来就是民主党主控的吧 那参议院的没问题了 表决表决 后来拜登就在昨天就签字 正式成为法案 那所以可是当然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台湾我们当然关心的是 这个美国援助表示对我们这个善意吧 对 但你反过来讲你说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TikTok刚刚就要求你 直接跳动把TikTok要拆封要拆掉 等于而且上个礼拜戴琪也说 对中国的钢 铝要增加关税 然后布林肯昨天到上海 而且布林肯到上海 然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或者TikTok 施加一些压力 所以这个也会反映在布林肯这一行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太了不起的突破 他这个压力也很大 好 再请教老师 接下来在分析下一个题目之前 我先也跟个听众简单的转述一下 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 蔡英文总统 昨天也在总统府会见 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说 很高兴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 但是北京中国国台办 对于拜登将在24号来签署这些法案 就表示愤怒 这是一个相关的回应的话题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武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 为大家来分析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刚刚您提到 当然美国通过的重要的拨款法案 跟台湾其实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来看看美中关系怎么样 这个17号的时候 拜登表示会增加对美国的贸易的相关的一些措施 我可以先请老师为我们看一看 这一次拜登宣布是哪些个内容 对于美中的贸易有怎样的影响 对 因为最近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了 或者这个冲突 最主要美国就是说中国大陆你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很多东西你根本就是卖到美国来 然后倾销 倾销所以我增加关税 但美国当然有经济学家讲 其实中国大陆的生产 跟美国国内一些失业什么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你不要老觉得中国是生产过剩 怎么你上过那中国的是 但是中国生产过剩 卖到美国有多少 那多少是受到中国的输口的影响 这个美国经济学家有些有不同的意见 但不同意见当然不管 它现在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所以拜登他日在选举的时候就讲了 那么他说要增加对中国钢和铝的进口税 所以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就中国的造船物流 海洋产业等等补贴进行调查 因为拜登在竞选的时候讲 他说中国大陆他很多东西对美国这个倾销 因为他怎么补贴 然后让他便宜 然后你又生产过剩 你便宜的货卖到美国来 这个不叫竞争 这要欺骗 他讲这要欺骗 这便好了 所以你看 那么本来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就讲了 你看大家都晓得 布林肯这礼拜要到中国去访问 先到上海然后到北京 在上个礼拜就有时候又对中国增加关税 所以中方一些学者讲这是美国的一个谈判策略 谈判策略等于用这个关税 因为中方基本上要谈的 美国基本上跟中国大陆要谈的什么呢 就是你中国你援助俄罗斯 打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你很多军事的零件什么东西 你援助俄罗斯 这个是不对的 那如果要中国不援助俄罗斯 那你要有个筹码 那什么筹码呢 就是说你如果继续援助 我这个关税就来了 他就等于把关税当做一个棍棒 中国学者是这样讲 那就是用关税的那些对中国实现压力 希望在俄罗斯方面 那中国能做一些对应的让步 但也有人反对 他说不是这样 因为这是选举的时候 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很多工作机会 这是你如果拿当棍棒 那如果说中国说好 那我不援助俄罗斯 那这些工作机会还是没要回来 中国继续对美 如果照美国的逻辑 中国继续对美国进行倾销的话 那问经济问题还是没解 所以这个就表示这是一大块 这是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不晓得贸易问题 还是说一码归码 该合作的归合作 贸易的冲突归冲突 贸易当做一个常态 就是背景音乐 它一定会有这样的贸易冲突 但是不影响中国跟美国该合作 不可做的一个其他的议题 所以它是两条平行线 还是相互牵引的 这我们可以来看 老师你刚刚说到 关税其实可能是棍棒 可是提到棍棒 会不会有胡萝卜呢 那这个当然今天下午 布林肯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 今天开始到26号 那布林肯此行 会不会带去什么样的一些 比如说善意啊 或者说是对于美中关系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今天有媒体在报道说 传说啊 可能布林肯是为了拜登 要访问中国去铺路 老师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我们该怎么去观察 当然有可能了 有可能 但是你想美国呢 事实上跟中国大陆呢 其实他们 因为大国的关系很复杂 他不是一刀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你看上礼拜 我们也看到 如果我们先不讲布林肯 我们讲军事的话 那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 不是也进行了视讯对话吗 视讯对话那就表示 佩洛西来了以后 切断了很多军事交流 现在都对话了 对上了 那中国大陆不是 这礼拜一开始 在青岛开的海军的会议 那么这叫做西太平洋海洋论坛年会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也去了 就是他有沟通的管道也在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也跟菲律宾 日本恰强联盟 海上的压力也在 同时都在 这次就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贸易问题 这已经排到比较前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戴琪去调查 然后美国可能对中国增加关税 那你想习近平要到欧洲去访问 欧洲访问之前 欧洲也是产生这个关税问题 也是跟中国说 你这东西请教也是关税 也就是习近平到欧洲去访问之前 欧洲也增加对中国的关税 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之前 美国也说要调查要增加对中国的这个关税 所以这个关税问题就不全是个棍棒了 他就可能就这样讲来讲 变成一个新的议题出来 那现在中国要面对欧洲面对美国 那怎么样的handle这样的一个关税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一个 就是中国跟美欧关系紧张的一个新的议题 就是他的优先顺序就拉到前面来了 你说海上的冲突啊 南海的问题啊 当然一直也还在 但是关税问题 忽然他的这个这个排程 好像就推到前面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的一个重点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 关注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国际要闻 其中包括了这个中东的情势 还有美国的通过了这个援助的法案 跟三个国家有关 其中包括台湾 当然最后我们看到 今天下午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国际县市的观察 刚刚刘老师都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解说 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辛苦了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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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早啊 去床了 今天吃什么啊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好香哦 爸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早安台湾啊 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制平主持的访谈了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 还有 啊 爆新闻而已哦 好无聊哦 耐心听我说完嘛 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 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 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 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 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 一边做早餐 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哇 那我也要听 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 七点到七点半 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 哦 对了 在Sound on Spotify这一些Podcast的平台上面 也能够听得到哦 哇 老爸你很潮哎 对啊 Podcast上面就能听到 也太方便了吧 哎 什么味道啊 哦 老爸 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爆马仔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 今天呢 各评委媒体上面两则消息啊 志平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一块关注 一个就是刚刚志平在访谈之前所为您说的 这法务部长啊 呃 所说的这个FACE啊 应该要由立法机关来决定这件事情 嗯 这样子来看一看啊 这个其实呃 为什么会有这次的辩论 大家呃 也许有很多的解读 不过呢 现在法务部长的说法啊 呃 希望能够把这个呃 FACE这个事情交由呃 这个立法机关来解释 那么呃 来来决定 来决定啊 那这个议题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看到在立法院的生态 这是一个大家要考量的重点 另外一个立法委员呃 所有的立法委员都赞成FACE 或都赞成这个呃 这个呃 呃 维持死死刑吗 呃 这个可能做一个民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呃 结果出来 不过真正要由立法机关来做决定 呃 昨天我们的受访者啊 呃 严律师也告诉我们 其实是经过呃 非常缜密的一些调查也好 咨询也好 或者是这个呃 立法的一些后续的动作 所以呢 就让我们对这个议题好好的观察 另外还有就是今天啊 呃 这个呃 明明没理告诉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的段考 每学习两次就好 这是为什么因为为了让小孩子啊 能够轻松的学习 我想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啊 呃 或家长们应该会觉得很棒啊 这个消息也顺便跟大家一块分享 今天这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呃 志评邀请大家上到呃 阳广的官网来为我们早安台湾按个赞好吗 谢谢您 也请您随时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界新闻 或是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浏览新闻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咱们就明天再会咯 拜拜 inside in by in b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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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